欢迎收看1600股民开讲 我是陈明君 台北股市现在王者轮流归来吗 台积电大涨两天之后 今天创下一年的新高 然后股价奢息 但是鸿海马上接棒 现在到底要买大型股 还是说买投信油买的任养股 比较有机会呢 去年投信任养股的行情 你没有更好的话 今年才刚开始 哪些投信新的任养股入选了 谁基本面够强 请欧世俊老师帮大家来拆解 欢迎世俊老师 明君好 各位股民好 好 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说 今年要注意的是 去年都没有涨的大型股 将有机会来轮流发动 昨天国际翻了身 今天刚才讲了 轮到的鸿海跟日月光都有涨 2021年被外资爆卖的大型股 都要上演王者归来了吗 请蓝灯耀老师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蓝灯耀老师 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好 从台北股市间走势来观察 台积电今天终于不垃圾了 但是大盘也不涨了 但是我想问 明明就不垃圾了 把这空间让出来 把资金让出来 为什么中小息股今天还是没涨呢 世俊老师 今天台北股市 创高之后留的黑肩 你认为短线上面 有没有要担心的地方 好 那现在行情 好像只剩下霹雳在涨了 对 元宇宙啦 好 那其实这个行情 我们想到说 股民会觉得没有很开心 对啊 因为这几天其实下跌加速 都比上涨加速还多 对 因为前两天台积电涨 你说垃圾盘 钟小辛苦就认了 今天台积电休息了 钟小辛苦还是没涨 对 想说台积电涨 我没有参与到 我想跳进去买台积电 今天一买就套了 好 那这行情我觉得稍微 指数会稍微休息一下下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三大法人还是买钞 尤其外资还买了93亿 今天还在买 对 那起子也是偏多 那现在是下午4点 我看台子企业盘还是开涨 所以指数部分 不用担心它会大幅拉回 我们先看一个点位 就是支撑在18238 好 18238就是 开红盘第一天的低点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支撑 好 这个点位没有破 行情没有转落 好 不过我觉得指数要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从起涨点来看 这个是起涨点 这一根 好 然后涨到 那时候大概是17600多点 对 涨到今天最高点18619 短线涨幅快1000点 对 可以1000点 所以1000点差不多要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说指数可能会在 18238这边 好 然后到今天的高点 18619 大概有400多点的空间 对 大概先整理一下 好 只是说不好操作 因为贵买是破十字线 哇 中小型股 怎么都没有感觉要来翻身的味道呢 对 本来是说在撑指数 因为坐台积线休息 然后涨到红海 对 所以全脂股轮来轮去 但中小型股没有那么强 所以发现到连三天 下跌加速超过上涨加速 那怎么操作 我们就要找一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找投信的新欢 好 讲到投信 当然有新欢也有旧爱 可是旧爱还是最美 还是说新欢 比较讨人喜欢呢 因为去年在第四届的时候 很多的投资人 跟着投信作账的这个列称 赚到不要不要的 可是这些投信作账的标的 其实今年看起来 也没有明显的卖超 有人就会问 那我可以跟上去年的投信这些 偏爱的股票继续做 还是说有没有今年度 投信新任养的股票 赤俊可以帮大家来 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吗 好 来 我们来先看一下这张字卡 2021年去年国内基金的年报酬率超过80% 很强耶 有三档 大概抓了有三档 台股基金 第一档叫星光创新科技 第二档统一奔腾 第三档统一黑马 我们自己操作股票 都很难年报酬率超过80% 对啊 好难喔 对 所以我们想要跟着投信来操作 因为像去年价权指数是涨了23% 对 你看这个80%也差那么多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跟着投信来布局 毕竟基金经营人 这个竞争力这么大 然后他还会派研究员去公司拜访 所以基本面他帮我们找好 他要买的公司已经做过很多的功课 对 那股票也找好 我们就来参考一下 那目前来看前五大 就是说投信持股比例前五大是建策 应该有16% 然后创伪 德伪 强貌 金鸿 但是这些都已经涨一大段了 对 说建议先不用追 好 我们先看一下有没有新欢 好 投信的旧爱 为什么涨一大段不要追 因为刚刚世俊有讲到 他们的持股比真的太高 如果一下子他要转卖的话 可能股民们会不小心受伤 对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世俊整理出来了 投信近期买超的标的 有旧爱也有新欢 到底旧爱好还是新欢好呢 如果说你对这些标题 有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世俊在盘中都跟大家及时来解析 你可以看你的手机 对我们荧幕上面 世俊的大头娃娃拍一下 加一下Live 把你的持股问题跟他请教 还要讨论 老师 我看一下 旧爱的部分 有蛮多都是去年标准的标的 那新欢的部分 今天有强有弱 您怎么关注 好 那因为投信 我们要抓投信买的股票 最好是持股比例不高 然后刚买的 大概持股比例多少算不高 可能3%以下 3%以下 对 或是3到6%左右 不高 然后慢慢的把它买上来 会比较有爆发力 跟刚刚那些已经14到16% 那个涨很多了 就要提防它拉回 那我们先观察一下 我们讲个旧爱就是说 去年其实它买满多了 然后到最近好像还有在买的 就是这些股票 那最强的就是3624的光景 今天还碰到掌停板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带一下 好 然后还像台积电 最近它也买满多的 中美精细菌元部分 元泰 这都相当有题材 可是这边比较转弱 像是汉雷 好像最近投信有点转卖 这个资料是截取到昨天 搞不好今天它做卖 现在大家可以 拍一下之后 自己回家做功课整理 更新最新的数字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新欢 因为我们现在要抓投信新的任养股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看了五天 还不是说太准确 好像没有很明确的标币 所以我们要先慢慢把这些题材抓起来 股票抓起来 看可不可以连买 那我之后都会连续做更新 帮大家抓一些比较新的 投信买超的股票 没问题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档叫进棚 今天刘尚 以前它是做汽车的PCB版 投信近五天买超了1200多张 那还要蛮多的像宏基 今天也很强 因为有CES的题材 有新产品 还有初位新产品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买了1811张 那我们昨天有带到慧阳KY 最近BDI反弹 然后元金 太阳能部分跟安极 最后我们看一下台表科 mini LED 今天也有涨 今天表现还不错 好 那我们一档一档了 就透过线型来拆解 那为什么你第一档先跟我们看的是 3035的制约 对 这是去年的大标股 超猛 那为什么这么标 它这个本益比这么高 当然最主要就是投信 我们看一下 下面第二个附图 就是投信的买卖超 你看买这么多 股价从102这样一口气标到200块 一口气 中间做整理 投信好像也卖不下来 对 然后最后冲刺 为什么涨这一段 他又去买它 因为要做账 然后又买一大堆这样 然后最后又冲到255块 对 那既然已经做完账了 那你就不用再去眷恋这档股票 对 然后现在做拉回 那现在已经来到了月线支撑 那我们就不观察它说 到底要涨要跌 我们是依照这个模式 看会不会投信 能抓住投信连买的股票 抓住投信连买的股票 就有机会像资源一样 从100涨到200块 那有没有什么潜力股呢 大家可以留意 这档旧爱 这档非常强 旧爱应该算是从12月这边 它开始做陆续的买超 然后最近开始大买 然后股价就往上飙了 当然我们想到的是 它是被动元件 对啊 是 它的题材就是风华高科入股 40% 也就是说 间接已经打入了 中国大陆电动车电池的供应链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EPS 有机会就是说 今年可以挑战到6元 那今年可能 今年6元 去年大概是4块多 好 那股价其实已经涨上来 涨很多 那就先不要去追 好 不要追它 先不用追 等到有拉回的时候 再考虑做布局 如果有拉回 投信还没走可以布局 对 投信没有走的话 我们可以陆续做布局 好 大家记得 那先涨个股市 刚才施君讲到 今天算是族群性 比较强的miniLED 对 miniLED算是 今年算 去年算是miniLED的元年 对 应用元年 那今年看有没有机会持续发酵 像去年最强的时候 大概就1月 然后一整年 几乎都没有涨 沉急了一年 看有没有机会 做往上攻击的动作 那我们就直接观察 投信有没有 最近有没有买 有 持股比例也没有非常高 现在才1%多而已 1%多而已 那就看有没有机会 慢慢把它买上来 因为今天大部分的股票 都是跌的 对 那台表科它是有拉尾盘 对 而且把这个黑黑的 黑黑的上影线 有收复掉 你看它这样整理一下 有出量 那假如说整理完成 我记得它的一月份 去年一月份的高点在139块 那目前的价格在131 假如说能突破去年的高点 我觉得还有机会转强 对 还是重点看 投信有没有这边连买动作 好 这个台表科部分 投信已经四连买了 就看看它后续买超的力道 有没有办法加大 那另外呢 是太阳能内股 你今天跳的两档 元金跟安吉 对 我们就直接看安吉 6477的安吉 那它的订单能见度 已经到了2022年底了 相似相当的不错 最近也有出量 我们直接看投信 有买 买一点 而且它位置也算蛮高的 它算高姿态整理 它目前看出来 它算高姿态整理 可是我请大家留意一条 就叫做年线 年线 对 它其实长期 从下半年以来 都被年线压着走 年线49块14 你看这边 快碰到年线的时候就拉回 对 最近终于去突破年线了 只是今天有留一点上线 好 然后请大家留意几个位置 这边有藏黑大量 这边也藏黑大量 你把它划过来 也就是说如果到年线附近 它能守稳 头信又连埋 再来做布局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安吉市郡的观察 这档个股就真的很想问了 最近是法人布局非常多的进棚 昨天强 今天找到开高之后 结果留了好长的上影线 你怎么看它呢 车用PCB的族群 这个题材应该是非常强劲的 对 这个题材一定是强的 我们讲说电动车 绝对是未来5到10年的题材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进棚它算是老牌的PCB大厂 其实你去观察 它的PCB 汽车版是占它营收的80% 所以题材性相当强 它订单听说也已经排到 2022年底了 前11月营收也相当不错 年线19% 好 今天留了一点大 应该是说很长的上影线 又是一根长可以可以 好 我一样请大家留意支撑 好 留意支撑 这边是大量 有 有人进来 这边 它的高点做突破之后转强 所以它的支撑大概在39块附近 39块左右 假如说那边能手稳再来做布局 外加投信继续买的话 不要追高 那因为外资也买满多的 我看外资会不会就是说 假外资是到货的 所以说稍微做一点拉回 好 那我们10秒钟讲一下红基 红基的话今天还算满强的 我们来观察一下 因为最近CES展 它也推出一个新产品 三万多块 看起来还蛮好用的 那股价大量黑黑已经过了 其实它已经转强了 那这种股价就是慢慢的温和往上涨 还是看投信有没有陆续做布局 好 看起来是满满多 最后一分钟 市郡的股民小提示 如果是你对操作明天的行情 或未来依旧的行情 有任何想法的话 都可以拍这个画面上的QR Code 跟市郡加个LINE 般的持股问题 跟大家来请教 盘中市郡有任何最新的讯息 都会跟大家及时来回应跟反应 那我们看一下明天的台股的提示 要看哪一些重点呢 好 我觉得台股大概到18600点以上 它涨势就会休息一下 就不要去追高 可是你留意支撑了 18238没有破 它还是维持多方 那目前的话 全肢股是轮流表态 一下涨台积电 涨到鸿海 今天涨到鸿海 月光跟鸿基 所以代表说指数 还要撑指数 指数不容易跌 强势族群 台积电 洪家军NFT 霹雳继续涨 像我们昨天讲到 有一档是能帅网通 然后今天碰涨停板 然后尾盘被打下来 所以不要急着去追高 下跌加速能超过上涨加速 代表说不要去追价 拉回低阶 还是拉回低阶策略 以上是士俊老师 今天针对整体大盘 能跟操作策略的分享了 刚才士俊老师讲到 现在全肢股轮流的表态 台积电涨完之后 今天轮到红海月光 红季都动了 我们昨天讲了 台股的王者归来 行情真的可以期待吗 但王者要归来 还是要靠大户来拱 哪些个股 大户有在慢慢的布局 可以留意呢 关怀锁定1600股民开讲 欢迎回来1600股民开讲 第二阶段我们来看一下 台北股市王者归来的行情 尽管今天台积电熄火 可是其他的王者马上跳出来 把大盘的指数撑住 那蓝老师我想问 今天大盘是下跌 但是你觉得有没有关系 其实一点都不用怕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那他可能会觉得说 今天台北股票市场 还蛮震荡的 对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担忧 但是我们这里的好朋友 应该就觉得 蓝老师 量能就没有爆出来 所以基本上 筹码是很干净的 并且在上升轨道的部分 一样在轨道之内 而且所谓的防守点 18034也没破 那整体它就是多方架构 没有改变 好 它是多方架构的话 现在选股依然是 大家要来做功课的地方 我们昨天还讲到 台北股市王者归来 大型股去年没涨的都有机会 昨天涨了国具之后 今天轮到了鸿海 鸿海来了 很多股民蹲超久了 鸿海今天的街棒演出 对大盘来说 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指标呢 关盘重点呢 蓝老师的这些内容 都会在盘中的时候 在line里面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说你想 在开盘的当中 小聊一下台北股市 今天的重点的状况 跟方向的话呢 都可以跟蓝老师加个line 办得吃股问题 跟他请教跟讨论 那老师第一题就讲 海基店稍作休息 鸿海立即接棒演出 鸿海接棒 这代表说 其实大盘并没有 要下来的意思吗 没有错 所以如果你们有加入 我们的line的话 其实在基本上 在一开盘没多久 我们这个就会发 在我们的line的 这个的首页上面 甚至于在昨晚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朋友们 他有加入我们的lineate 他那个时候 就已经问蓝老师说 我手上的鸿海该怎么办 跟这个我们2330的 留着留着 我都跟他讲说 现在在相对低档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卖 因为在资金的部分 他就是一个类股 一个类股 慢慢在轮动 总有一天会换到 我们2317的鸿海 今天就来了 对 所以特别在今天 一开盘的时候 鸿海拼命的往上 狂飙的时候 一堆人在问 一堆人在问 那其实坦白讲 这里就是偏多的架构 我们刚刚的漂亮的 陈敏君有说到了 就是包括像台积电鸿海 它是一档 接着一档再上涨 代表着 在台北股票市场的 可用之兵 是非常的多的 这就是非常标准的 多方架构 那也包括了像 货柜三雄的部分 跟航空三雄 可能 还有机会 对 我觉得 它还有机会再走一关 它根本都还没有走完 所以请大家 持续的偏多看待 那这个部分 你们就自己去看一下 我们 好好的讲其他的股票 好 那相关的 相关的关盘重点 只要加赖的话 老师在里面 都会跟大家提示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你讲了 货柜三雄 跟航空双雄 有机会再走一波 我记得老师过去 在同学会里面 就有跟大家讲到 可以看大户的筹码变化 看股价未来的走向 可是我们先从台积电 来说好了 台积电呢 你说昨天赖里面 很多人问你吗 你说其实它在相对低档 不用担心 那是红海 对 红海部分 那台积电今天创高之后拉回 那有没有需要先走一趟呢 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也不用卖 因为第一个 只要外资 在今天的盘后的资料出来 它并不是 大幅度的卖差的话 其实这档个股都还很安全 小麦没关系 小麦没 它如果会小麦是正常的 那基本上我们看了 觉得前一波的高点 六七九应该都会看得到 因为当大盘在 创下了新高的时候 台积电没有理由 它不去跟着创新高 好 这个是台积电 老师的最新看法 那今天我们刚才讲了 大户有办法 给未来的方向植入 可是你的持股 有没有大户在买就很重要 老师这几档个股 是你今天挑出来 都在盘面上面 很多人关心 有的是热门股 有的是很多投资 爆很久的股票 你来快速的帮大家 来浏览跟检视一下 好的 一档个股 它会不会讲 其实坦白讲 筹码是最重要的 特别是如果它买很多的话 这一些人到底是在买 或者是在卖 其实他们的这个做法 就会非常非常值得参考 那我们这边有几档的个股 包括了长龙 郁金光 宏达电 鸿海 跟华航还有长龙航 这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我们一档一档过来看好了 好 同学们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拍一下 把它拍下来 就是看一下包含了600张到800张 800张到1000张 1000张以上大户的变化 等一下你就可以 老师编讲的时候你可以对照 那我也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 顺势帮大家来补充 目前看起来 老师说关注1000张以上 其实大户数都是有往上增加 那怎么看对股价的变化 首先来看长龙 长龙他其实在有超过1000张的人 在近几个月之内就增加了19个人 19个人有超过1000张代表是1.9万张 所以其实整个相关的筹码 都跑到了这些超过1000张的人身上 所以这一档个股怎么可能会下来 所以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就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讲 其实即便这一天在礼拜一的时候 他可能是杀得比较凶 但是我们从基本面 从筹码面 从财报面的部分 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讲 长龙绝对不要杀力在这个地方 结果这两天都还蛮不错 都有顺势的涨了起来 好 那下一档个股是郁金光 郁金光补充一下 他的1000张大户 从8月底到去年底为止 是增加了三个人 也就是大户买了3000张 对 那这一档个股 其实坦白讲 在前一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 也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有讲过 持股超过800张人 其实是买蛮多了 对 也包括了内外资 其实从10月12号以来 其实这个期间的大盘是拼命的狂飙 可是这一档个股涨幅真的是不大 但是即便他涨幅是不大 相关的筹码都跑到了法人的身上 而从融资的角度过来看的话 他其实真的是在相对低档这个地方 而且超过1000张人 他增加了三个人 等于是有3000张 对 没有错 就是他默默偷偷的在买这档个股 那一直到去年的12月底 最后一店的时候 也都没有卖出来 那你就会看到说 当他们股票吃完之后 就要开始怎么样 开始做发动了 而且外资投信 从10月份以来 都是站在买方的 下一档个股来关注的是宏达店 宏达店这档个股 我们看一下资料 它的千张大货 也是增加的蛮多的 对 你说 对 好 那这一档个股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 也有讲到说 其实在去年三月份以来 对不对 你看 对 等一下 这一档个股 其实在去年三月份 到八月份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动到 对不对 但是持股超过800张的人 他已经吃掉了 这一档个股的总股本 10个百分点 吃了10% 所以他其实吃得非常非常的重 那这个持股超过800张的人 他们在干嘛 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 然后持股1000张的人 这边统计是 从去年三月到现在 是增加 从53个人增加到67个人 对没有错 有增加了10来个 是持股超过1000张的 代表其实这一档个股 真的都被 被这些人的 这些筹码都被他们给吃掉 所以就是观察大户变化 如果他没有松动的话 还是可以偏多看到 对啊 那你看到去年底的时候 其实这一些人 也都还没有在卖股票 那如果没有卖股票的话 其实他涨完之后 在那边横盘整理 即便在今天 稍微有一点点震荡好了 其实整体的这个 这个平台区 也都没有被跌破 并且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一档个股 它如果有人要卖的话 它一定要干嘛 一定要爆大量 因为它要先出 但是你看这档个股 它有爆大量吗 没有 它没有爆大量 反而它的量是越来越少 就代表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 随便一个放量 它可能就要开始攻击 好 后市的走势 还是可以留意 那至于这档个股 红海 老师我就很想问了 国民们蹲了 有一年的时间 今天终于发动了 有没有看到 大户来回补的迹象呢 好的 红海这档个股 其实它蛮特别 就是我们在今天讲的 这些个股里面 持股超过1000张的 唯一变少的 就是红海的这档个股 连大户都抛弃它了 对 没有错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档个股 因为我知道这档个股 有非常多人想知道 这个是2016年的时候 这个是2017年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是2021年的时候 那下面的部分 是持股超过800张的 可以看到 在2017年的时候 其实持股超过800张的 是最多的 对不对 那在即便这边有创高了 但是你们看 持股超过800张的 它怎么样 它的比例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也就是这边的持股比 跟这边的持股比 其实坦白讲 真的是少蛮多的 所以其实就 整个架构过来看的话 它的筹码是偏比较不好看 但是就极卵线上面 过来看 其实它再怎么样 它也把下张轨道给突破了 所以再从这个技术面 的层面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发动的讯号 那即便 整个筹码没那么漂亮好 在极短线上面 它也是变多 所以我觉得在红海的部分 短多是有机会的 好 短多是有机会 那刚才呢 楠老师在关盘提示当中 有讲到一个族群 那就是航空股跟货柜三星 有机会再走一波 那刚才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包含华航跟侨航航 其实从10月份到现在 他们的大户持股比 都是一直往上增加的 插播最新讯息 今天外资买超第一名是华航5万张 是华航的 5万张 是的 但这一档个股的持股超过800张 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 那就是它是一边涨 一边买 它并不是先买来放的 所以其实就筹码面过来看的话 这边的筹码稍微比较偷积一点 就是它是边买边拉这样子的状况 但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 它没有卖 它都还没有卖 那这个地方整理完之后 我觉得它就还有机会再供一顿 连外资间都大买了5万张 代表说整理过后的航空双雄都有机会 那常同行你怎么观察 这两两两个股的状况 我觉得会还蛮接近的 在常同行的部分 他们这个持股超过800张的状况是一样 它也是边拉边买 所以在筹码面的部分 可能比较偏投机一点 但是你看它们也都没卖 所以在掌完之后这边稍微做整理 你看量能都已经快要不见了 对 没有人都已经快要不见了 就代表说其实但问题是它量能不见也没有在跌 对 而且它的基本面是好的 是好的 并且在法人的部分 其实对于他们的未来展望都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我觉得整理完是有机会在发动的 我们灯耀老师明天的股民小题是有哪一些呢 如果说你对操作盘中的任何风吹草动任何问题或想法的话 都可以拍这个灯耀老师的大头娃娃跟他加个LINE 帮他吃股问题跟大家来请教了 老师明天的关盘重点帮大家快速掌握 好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2330的台积电不能够再跌了 如果它再跌的话基本上就变成两根的黑板 一个小头可能就出来了 所以在如果有两个 在2330的台积电 如果有一个头不出来的话 这个大盘当然它就是会震荡 明天至少看到它有红棒 如果能够止跌的话 就是今天的低点 在台积电的部分今天有拉尾盘 所以它今天的低点不能再破了 第二个 鸿海 鸿海今天是上涨了还蛮漂亮 坚收109 当然主要是因为它的子公司的部分 有一些利益都传出来 但是如果说这一根是涨真的 它明天应该要创高 但是如果它把今天的低点给跌破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是涨假的 那整个大盘的这个架构跟筹码 可能就不是那么样的漂亮 好 那大盘整体的状况 有没有什么要留意的呢 好 周KD的部分呢就是一样 现在是多头嘛 那如果说在上面 如果有可能会死亡交叉的话 可能大家就要稍微说注意一点 但是还没有死亡交叉之前 其实都不用太担忧 今天下跌量也没有棒